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战的比赛即将于6月4日打响 中国女排将在首日对战日本队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三日出席赛前记者会时表示 日本队有梦幻般的防守对中国队来说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香港战的对手都很出色每一场比赛中国队都会格外重视 我觉得这个三场比赛我们其实都很重视 香港这一战的球队都非常出色 那明天要打日本队 我觉得日本队呢 他们的配合非常的准确非常默契 而且进攻的速度很快 而且有非常好的防守 所以对中国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和提高的一个机会吧 也希望我们的高大球员能够拥有日本队这个梦幻般的防守 在上周结束的澳门战赛事中 中国女排取得三战全胜的佳击 他们以原班人马出战香港战赛事 与日本荷兰意大利三支队伍争锋 其中中国对于意大利队的较量是香港战比赛的一大看点 意大利队派出了主将埃格努 被问及如何看待埃格努的出场 郎平称赞他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 埃格努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个运动员 我估计他的这个天赋是更显示在他的空中的时间和他的弹跳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很难去比较 应该说他是世界上跳度最高的 而且在扣球方面高度运用最好的一个选手 郎平一表示 希望中国队的球员们能够在抢手面前展现自己的技术 积累更多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